大家好 我是炒蛋 这是一双来自 这是一双来自Bottega Veneta的Tier Boots 一双有一点点过时 但又没有完全过时的网络爆款靴子 想了意见 想把这双鞋子脱下来是非常困难的 这双鞋绝对是我开箱过最贵的单品 而且它真的太大了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一些博主的上角图 你不要觉得说它是不是把图片拉得太过分了 它没有 在买这双鞋之前 我看了许多不同时尚博主的推荐 基本无一例外都是说这双鞋是搭配神仙 说实话这双鞋它完全不是我日常穿搭范围内的单品 而且那些博主之前还推过什么 Blaziacal Triple S 还有Gucci的那双老蝶鞋 所以其实我对它们的审美是抱有一定轻微的怀疑态度的 但是这么多年开箱视频经验告诉我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风格不一样 就轻易去判断某个单品好还是不好 这样会给人一种 那种叫什么来着 反正我不想给人一种那种的感觉 所以我就把这一双鞋搞回来了 这样你们就不能说我是纸上谈兵 因为我是真的把我脚塞进这双鞋子里面了 这双泰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鞋侧面这一层橡胶材质的波浪纹 和它这个超级厚底 搭配这么大一个鞋头和视义圈非常纤细的鞋桶 视觉上看起来反差感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时尚博主推荐这双鞋的原因 它可以让脸脚看起来非常的瘦 而且非常增高 官网数据鞋底厚度达到了5.5厘米 这跟Alexander McCree那些后底鞋效果逐出益者 这也非常符合一直以来的时尚趋势 大家都希望搭配起来某个地方看起来能大一点长一点 那么在花了六七千元在这双鞋子上面之后 我实在不想再多花几千元去买裤子给它做搭配了 这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因此接下来我准备用几条日常各位衣柜里都有了裤子来搭一下 效果好不好你们自己判断 也算是供各位参考 平时自己穿的裤子到底能不能跟这双泰国搭配在一起呢 感谢观看 非常抱歉的是那些故意先封的单品我实在搞不来 所以就只能先用这些比较简单日常的单品来给各位做展示了 不过还好6000多千块钱这个价格对于这双鞋子来说还算是好佳 跟专柜差不多上万的价格比起来的话可以说是很可以了 各位可以到一个叫实际的海盗海上面看看价格大概是官网的6折左右 那么就相当于是你在欧洲买推完税周的价格 说过这双鞋子个人的穿着感受 增高是真的增高重也是真的重 甚至是我穿过最重的鞋子 不过我相信穿这双鞋子的朋友也不会冲着舒适性去的 所以舒适性咱们就直接忽略不计 并且我也不想把这双鞋子无脑推给任何人 因为它真的没有那些博主说那么百搭 他们说的百搭是在他们的风格下百搭 就像你点麦当劳套餐的时候 一个麦大鸡腿保下面可以搭许多饮料 但是你出了麦当劳就没有这回事了 因此对于平时不要关注时尚 并且穿一封个不太街头朋友 我觉得这双鞋子是一个非常棒的搭配力气 但如果你平时就穿的很街头很随意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好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